今年四月份台湾又有一个大的商机 因为要开放陆克自由行 而其中等不及的是这位北大的学生 他想尽办法终于来到了台湾这个宝岛 走了一遭他很惊讶地发现 真实的台湾跟他印象中的很不一样 一般观光客来的时候去故宫去101 而他看到了更多细致之处 他把这些台湾经验po上网 也吸引了大陆网友疯狂点阅 四月份才开放自由行 已经有陆克在部落格分享台湾游记 故事从一只新地乡开始 去年九月一位北大生拖着行囊 降落桃园中正机场 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 第一时间感觉很妙 这里曾经是谁的天下 也开始了他的台湾玩到梦 QQ良缘珍珠奶茶 还有臭豆腐全都成了精彩回忆 一碗20多块的乳肉饭获得高评价 北大生称赞比北京的精装美食还好吃 一台单车从城市骑到乡间 最让这位陆克赞赏的竟然是这一项 那红沙马鸡做甜度冰块 你没看错这位陆克在部落格写道 在台湾买珍珠奶茶 会问你需要加多少冰或是多少甜度 大赞服务一流 这才是中国5000年流传下来的美德 还说搭机场巴士服务人员会主动问你去哪 收钱时说谢谢 找钱时说谢谢会顾 跟大陆完全不一样 大探明明是中国人怎么差这么多 另外一位陆克也po文呼应 去台湾前听说台湾人很奸诈很狡猾很坏很色 来到台湾才发现差很大 环保那个方面也做得比较好我觉得 没看到什么死角啊 垃圾堆啊什么的 原本想象中的台湾 不一样好香 虽然一个部落格不能代表全部的意见 但北大学生给了台湾正面评价 也替陆克自由行先坦路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小舰